说到外星人哈里一直认为 他霸占了这个身份的原来主人哈里医生 是个单身狗以及孤儿 然而这一天晚上突然出现在家里的这个女人 着实把她吓了一机灵 吓了她把俩手提袋都吓掉了 这手提袋里的东西可是个大秘密 这里面可各装了一个小孩 我现在赶紧把麦克斯和萨拉这俩熊孩子 给敲咪咪地送回他们家 顺便还能躲一躲这个突然出现的女人 老婆 这个人类词汇是什么意思 哈里尤恩她是个女人 她还和我住在一起 她在跟我发火 她还要跟我离婚 这张纸是什么 签了的话她就会从我这充满秘密的房子里离开对吧 为什么她这么惊讶 我签了哎 这个女人不仅不搬出去 竟然还进了我的卧室还丢我的枕头出来 还锁门 我在客厅睡觉她又从卧室出来和我一起睡还抱我 老婆这种人类种群真的太奇怪了吧 关键是前面这些如果都不是问题的话 为什么她要关掉我的闹钟 我可是有主线任务在身哎 我已经有足足两级都没有去找设备了 她不仅耽误了主线任务 还耽误了我的支线任务 我还要去上班哎 当医生真的很不错好吧 真的是 不知道人类为什么要把自己和另外一个人绑在一起 明明自己的爹妈就已经够麻烦了 我的族人就很会处理家庭关系 因为我们从来都不在乎他们的死活 达西还在回味昨天晚上那个史上最烂的接吻 就发现哈里的车正好在路边停着 哈里穿好裤子从车上下来 从她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她很迷惑 好像有点沮丧 她昨天是睡在车里吗 她心情不好是因为我拒绝她了吗 让哈里心情不好的事情有很多 但是我敢保证 没有一件事情是和达西有关系 达西你这杯咖啡是给我买的吗 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毕竟这玩意儿可以促使我拉靶吧 达西知道 她肯定是觉得提到昨天晚上的事情太尴尬 才想说咖啡转移话题的 没 她单纯只想要白瓢咖啡而已 前一集就挂的前小镇医生沙姆的老婆 送来了沙姆之前所收集几乎全证明的意料档案 沙姆老婆非常殷勤地询问哈里 你什么时候才能把沙姆的验尸报告整出来 大概她老婆很难接受她自杀吧 结果老婆说 其实是如果她自杀的话 保险不给赔 没毛病啊 这个盒子太吓人了 里面说不定会有之前那个倒霉催的哈里医生的资料 哈里顺手就甩给了A处理这个盒子 A恰好就把这盒子拿到了杰伊面前 如果这都不是重点的话 那杰伊恰好翻到了A的医疗历史呢 恰好发现她16岁还孕了而且孩子还和自己一样大呢 A找哈里提供建议 哈里说你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解雇她 结果没会儿 哈里医生的老婆就冲进了这里 还一脸很生气的样子 原因都是因为她发现了上所的地下室 并且从地下室发现了某个女人落在那里的丝巾 经过我的翻查 我发现是萨拉在不省人事的时候 哈里打包的时候没一起把丝巾带走 但是无论是谁年纪大还是小 总之这是个女人留下的 这一点就足够老婆发飙 老婆是来心事问罪的 特别听到为了让事情变得简单点 哈里说如果自己有老婆的话 她大概已经死了的这话的时候 她心态多少有点爆炸 于是达西和老婆一对情敌 有缘千里来相会 为了同一个男人而郁闷 女人的友谊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前提是他们不知道他们都想和外星人哈里发生亲密关系 结果又没一会儿 镇长凯特以及那个麦克斯 一家三口整整齐齐在我的办公室里 我昨天就应该把这个熊孩子杀了一了百了的 但是麦克斯我告诉你 哈里医生已经死了 我现在是心机表哈里 从A与结义的事情中 我学到了 人与人之间的爱真的可以造成悲剧 于是哈里对凯特说 我觉得你的儿子是个拐胎 虽然你不想承认 相信你和我也有一样的感觉 我知道你爱他 所以我相信你也不会介意 把他送到离你们有一千多公里的特殊儿童教育学校去 你们也不会介意那里的校长姓杨 所以你们的儿子很有可能会在治疗之后 变成一个只会说是的傻子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们爱他 不想让他继续当怪咖 不是吗 而且凯特 看看你的发际线 麦克斯除了当怪咖之外 很有可能会变成秃顶 这个世界的人对秃顶都抱有多大的恶意啊 你说是吧 因为姐一的事情立马连下他的渣男前夫 而哈利依旧做他的护花使者 毕竟这是从第一集开始的传统异闹 再而且 我可是ninja 但是无论如何 哈利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婆 再问一遍 我都签字了 为什么他还是不走 还在桌上摆了这些 什么意思 散伙饭 这些都不是重点 因为这女人竟然做的是牛排 不可能啊 地下室被我锁的 哦 果然不出所料 他不仅敲开了地下室的门 还敲开了冰柜 他还准备拿速冻青豆 嗯 青豆拿起来下面就是他真正老公的脑壳 这个女人还真挺幸运 什么都没看到 否则我也只能把他爷给灭口了 吃饭的过程倒也没什么问题 这个女人继续说了一大堆 他听不懂的话 本来哈利还是坚持赶他出去的 然而他在此时此刻唱了一首 有一个男孩 这首歌 简直写的就是他 这样一个远离了故土 来到了你们这个奇葩星球的 孤独外星人 内心真正的写照 这种暧昧的情绪在不断膨胀 于是外星人哈利和人类老婆 放飞了自我 这个过程完完全全颠覆了他的世界观 这天早上 这两个熊孩子竟然坐到了哈利的对面 什么鬼 麦克斯突然提议 反正也没有人相信我说的话 我们俩休战吧 反正我说你是外星人 我爹妈都觉得我是神经病 而且我要是再坚持 我就得被送到杨教授那儿 去被闪电边疯狂攻击了 所以我们休战 我再也不说你是外星人 你也再也不许对我爸妈煽风点火了 一切都挺好的 哈利觉得自己开始沉迷人类的生活了 他们的披萨原来是因为单吃太软了才叠起来吃的 这些小奥秘太有趣了 还有他终于知道人类为什么要找一个伴侣了 这种有人陪伴的感觉真的很充实 很快乐 除了这个女人打呼的声音真的好大 我好想掐死她 后期剧情马上更新 不要忘记点赞评论转发关注哦